一课精选 好知识就在耳边 有很多事情 一般人不知道 容易搞错 前面我们提到几个 最后一个事情是这件事情 月经是蓝色的 有一些人真的将详细 这是我跟我的一些女性朋友 讨论之后的结果 就是她高中时期或是大学时期 发现有些男同学 在看了卫生品广告之后 她真的觉得月经是蓝色的 这些例子 有些震惊有些搞笑 但是让大家理解说 有时候关于真实世界的真实样态 真的是会搞错 Jason Brennan给的极端的结论是这样子 原则像在总统大学那一天 美国人出门投票的时候 绝大多数人对这个投票相关资讯 他知道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这些总统是谁 其他的他大致上不太了解 那靠着这种情况去投票 可能会出一些差错 不过我们回头讲前面提到的 孔多赛定理 孔多赛定理的前提是说 选项有限 有标准答案 而且每个人选对的几率超过随机值 那 孔多赛定理背后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预设 是在那种数学的理想状态底下 比较没问题的 这个没问题的是说 那些投错票的人 他出错的方向原则上是随机的 只有两个选项 那如果知道A才是对的 我就投A嘛 那其他人呢 如果不知道是A还是B 他有可能投A 也有可能投B 他的选项是随机的 但是你可以想像 假设有一部分的人知道A是对的 那其他的人呢 他并不是就随机投了 而是有很大部分 被误导认为B才是对的 那出来的投票结果就有可能错 所以孔多赛定理这样子的人理 他用在理想数学世界没问题 用在现实世界要看前提长什么样子 有可能有些前提 在这个前提底下呢 最后出来的结果对 其实受到蛮多东西的威胁 这些东西当中很重要的一项是说 无知的人们 他们是随机性的无知呢 还是被误导的无知 假设我对这个议题 你是有正确知识的人 那你应该就会投对票 假设那投票是有标准感的 但是你投对票有没有效果 要看那些无知的人的投票意向如何 假设知道答案的人投对票 其他所有人都是random投票随机 那知道答案的人投的票 就会产生决定性的后果 但是如果知道答案的人投对票 然后其他人的出错方向并非随机 而有可能被误导 他们有可能产生一股 可以跟投对票的人互相抗衡的力量 让最后投票结果变成错了 所以真实世界会发生的一些事情是说 人们犯错并不是随机而是系统性 那这个系统性呢 跟人的天性有关系 也跟当代的媒体环境有关系 这样讲 如果我想带风向好了 那假设我想带风向 然后郭台铭也想带风向 谁会赢 一定是郭台铭你 因为他有很多钱 你可以关到脸书 关到电视台 所以像这种媒体力量不均衡 它有可能会让特定的一群无知的人 他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让他的投票方向做什么样的改变 是系统性的 而不是随机的 在当代人类社会 我们扣掉那些比较社会化的影响 人类本身有一些特性 让我们的犯错方向变得并非随机 其中一种特性叫做 确认偏误 confirmation bias 确认偏误是所有正常人 都有的一种心理机制 这个心理机制 让你在占定某个立场的时候 你会低估有违你的立场的说法的可信度 简单说 确认性偏误让你觉得你的对手是白痴 假设我在同性婚姻方面有立场 我是支持同婚的 那这个立场呢 其实会让我在看反同者的论点的时候 容易把这论点诠释得比他实际上还要没道理 那我在看到支持我立场的理据的时候 这在我看来会变得也很合理 确认性偏误呢 它的后果是让你站立立场之后不容易改变啦 这样子讲 而且这种偏误呢 并不是只有特别笨或不理性的人有 而是绝大多数正常人类都有 当然我们判断东西会有可得性偏误 是说我们会高估唾手可得的证据的效力 这边有个例子 是说1994年 美国大白鲨电影上映 上映的那一年呢 在加州海边玩的人就变少 这是那个时候确实观察到的 这没什么道理 因为鲨鱼要不要咬你 他不会看有没有电影是他主演来决定 但是你可以容易想像 有一群人呢 本来去加州玩的 然后他在规划旅游的时候 就想要大白鲨那个电影 然后就呃呃 然后就决定去爬山 对不对 这个很容易想像 但是 这也肯定的是说 你在决定你的行动规划的时候 你依靠的证据 可得性对你来说有多高 这是有很大的影响 这些偏误啊 都是 经理学家在 这几十年发现的 那除了confirmation bias 跟可得性偏误之外 还有超级多 有些蛮好笑的 比方说有个偏误叫做 自我感觉良好的偏误 他讲的是人总是高估自己啊 那这方面有超级多心理学实验 然后每个实验结果都都蛮明确的 有一些实验显示呢 人高估自己受欢迎的程度 大学生一班一百个人 然后你给他们的任务是说 要他们去评估自己在班上的人缘有多好 就是要你写 写 从一到一百 一百个数字 如果你是全班人员最好的 自认啊 那你就写一 如果你觉得最差的人 就写一百 如果你觉得你在全班的人员 刚好多在中间 你就写四九或五十 全班一百个人 假设他们班的那个人员的好坏 真的可以多地突翻牌序 而且假设他们每个人都认知到 自己是在哪一阶 当你一百张小纸条发下去 再收回来你就会拿到一到一百 每个数字都有 对不对 然后如果你把那一到一百的小纸条 相加再除以一百 会得到什么数字 数学课 五十 五十五还是五十点五 五十点五 会得到超级接近五十的数字 这种实验不管再做多少次 得到的平均值 平均数字都远小于五十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班上多数人 其实高估自己人员有多好 类似这种实验 心理学家蛮擅长设计一些实验 让我们知道自己蛮差劲的 除了这个之外 其他实验显示 人高估自己体力 然后人高估自己的智商 人也高估自己开车的技巧 这个都是由心理学实验显示出来的 所以他们把这个叫做 自我感觉良好的天悟 你可以容易理解 就是天悟缓缓相扣 如果我不是那么自我感觉良好的话 那我受到 确认性天悟的影响可能会降低 对 自我感觉良好 让我高估自己 讲到底的能力 比方说 那当确认性天悟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 我对于我是否低估你的可信度 我可能就不这样子认为 比如说 显然你的论点就是笨蛋论点 并不是我搞错 可是你论点太差了 好很多天悟 同时发生加在一起 效果是会互相加成 在讨论这种论理的异集的时候 我越最近越觉得心理学研究是值得看个方向 因为论你的毕竟是活生生的人的心理跟大脑 我们论你的品质好坏 试试看你的心理机制如何 那有些机制呢 它是演化出来的 那问题是说 当初演化出这些判断机制的那个情况 底下 那个判断机制可以对三里动人带来的好处 在现在不见得有 现在人的生活方式跟以前是不太一样 所以可能会有这样子的问题